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海飞扬 那么今天的行情呢 称称一个量缩格局 那量缩其实很合情合理 因为基本上昨天已经提前做一个跌300点之后的拉高 等于是提前去反映了美国股市昨晚的一个指纹 那接下来今天的量缩就是观察 接下来那今晚的美股能不能持续的一个 做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拉高 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明天的行情就有机会 在今天量缩之后观望之后呢 来再补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上去 所以今天市场出现一个比较观望气氛 是可以接受而且很合理正常的 那只是说现在这种格局之下 你其实你就是要去找机会嘛 因为量缩格局之下你不找机会 难道要等到大量量放大之后才去找机会吗 小量是找机会的时候了 永远记得你过去的失败 往往就是因为量大了你才去追股票嘛 对不对 所以你往往在一个价已经脱离转折区的时候 你去买股票嘛 价量会放大一定是脱离转折之后 上去越涨越多越涨越多之后 量放大了你才去买嘛 风险就高了 所以真正要找机会的时间点一定是在相对量小的时候 那量小它不是绝对很小很小 是一个相对的量小的位置 通常就是转折的位置 那如果以整体大盘而言 大盘都进入小量相对小量的位置的时候 那你说是不是一定会有相对某些个股的机会就存在了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要找机会 当然是 只是要找什么机会 你不要买一堆 你锁定一档股票 我就想过像我们周周时操作 为什么我可以周周时 我今天我可以抓到一档转折股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 接下来先全力针对它 先提前布局卡位 所以那个当下我不需要左顾右盼 这边也想买 那个也想追 不用 我就针对它 我先把它买好了 转折确认上去了 我赚到了 我再准备做下一次交易 它可以持续的 平均一档 一周一档这样做 周周时别人做不到 为什么 我平均一周一档很多人做不到 很多人一个礼拜就买了五档了 八档了 你怎么你怎么周周时 你怎么你怎么平均一周一档做不到 所以 关键就在买转折 那既然如此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提前预告 我接下来可能会做什么 准备准备做什么样的标的布局动作 我可以提前预告 提前邀请各位来 对不对 所以当时记得吗 在一个多礼拜前的母亲节前 母亲节前 我说当时我们某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其实大家都都很熟悉了 入会一个多月以来赚不少 资金赚了赚累计的速度很快 可是股票交易的档数不多 这个客户就是之前跟会报告的 好妈妈 好妈妈报名入会做才一个多月时间 已经累积了一笔又一笔的交易 可是一笔又一笔多不多不多 一个多月的入会时间也只不过交易 四笔交易 代表什么 平均一周一档 那他做完四档 大概入会大概一个月 那下一档交易呢 所以当时我就跟好妈妈说 下一档交易 等我通知再做 先等个一两天 先等一等 那先等一等 你愿不愿意等 你绝对愿意等 如果你得到这样的绩效 你愿不愿意等 你当然愿意等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等 对不对 你知道下一个等待 是为了等下一个转折的标的 低阶又准备再赚 你绝对愿意等 好了 那既然要等 那我就请大家一起来嘛 对不对 既然要等 那大家一起来买 等机会到了 要出手了 大家一起来跟单 所以在母亲节前 我邀请大家跟上 好妈妈脚步 一起来跟单 他的下一档标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 一起来跟单 低阶转折 对不对 好 所以好妈妈 第五笔交易呢 在母亲节前 做好动作之后 在母亲节前发动了 好 这就是我 我节目也给你公开了 1584的金刚嘛 好 所以五月四号 礼拜三 那一天中盘过后 开始拉高 拉到涨停板 可是指数开始下下杀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走 他可以这样 他会这样子走 他却能够逆势上来 原因就是他筹码轻嘛 筹码能够轻 集中度提高 那就是因为 他股价修正过了嘛 那什么叫股价修正 因为股价修正的 筹码轻了 集中度提高了 我们出手了 那你耳后回头一看 他就是转折区嘛 所以转折 为什么买转折 转折会出现 都是因为修正了 才会有转折嘛 你没有修正 怎么会有转折而言呢 对不对 那为什么股票能够转折呢 方向从这个方向改变 这个方向 从方向的改变 什么力量造成方向改变 筹码嘛 那个筹码 如果说筹码轻了 因为我借由修正 让筹码沉淀之后 筹码集中度 要这边又开始提高的话 筹码集中度又提高了 那请问是不是 酝酿转折 是不是酝酿一个方向 准备改变了 所以股票就上去了 所以大盘在修正 他逆势向上攻 隔天5月5号 礼拜四又强攻涨停 又强攻涨停 就是两天 两根涨停的嘛 两天两根涨停 大盘呢 在这边反弹 大盘反弹 那更不用讲 我就拉涨停的嘛 对不对 两天两根 两天两根涨停 那恭喜好妈妈 也恭喜跟单的成员 也恭喜跟着一起操作的 会员朋友 金刚 两天两根 两天两根之后呢 隔天礼拜五 5月6号 又强攻 三天三根 所以你看买转折 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常常讲 买转折 其实是输赢关键 最重要就是因为 我的做法 买转折 又拉涨停 三天三根 大盘下去了 他没有下去 他反而逆势拉涨停 三天三根 因为他筹码清了嘛 那为什么筹码清 修正过了嘛 所以你要买转折嘛 对不对 好 三天三根 就赚四十几万 然后5月9号 礼拜一 再去 再去强攻 逆势 逼近涨停 再强攻 逆势 逼近涨停 大盘中挫 然后呢 他逆势强攻 这样子呢 就赚三近五十万 好 那昨天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这档标的已经陆续全部获利入带了嘛 对不对 所以买转折 能够大赚 买转折就是关键 你既然能够买到这种位置 你当然会集中去超多这档标的 你就不会买一堆嘛 所以我们能够平均一周一档这样做 好了 这个是在母亲节前 当时好妈妈在等待新标的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提前邀请各位 大家在等 那就一起来等 来跟单 好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问题是 那现在呢 有一个机会就是 马老师大家都应该记得 马老师来了之后的第一档标的呢 这里有一个机会 你注意听 我帮你唤起你的记忆 马老师来了之后呢 操作什么标的 第一档是美食嘛 那美食买进之后 开始股价拉高拉高 获利持续拉升 赚了二十几万 然后我们就获利入带 做到三月底 好了 这档标的做到三月底 恭喜马老师 对不对 那做到三月底之后呢 等待一下子到四月初 等待个几天之后 到四月初 那我们带他做什么 到四月初再去布局新的标的是什么 是4968利基 利基在三月初买的嘛 那三月初在什么位置 在这里嘛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修正过了嘛 所以你看 为什么 什么叫转折 修正才会有转折嘛 这边突破一个下降线之后 这个回撤动作 就这里是一个转折区 开始布局在三月 四月初在这里 布局完之后 到这里拉涨停 我们就给你公开 马老师又赚了 有没有 美食之后换利基 利基接棒 所以你看 低阶转折高出获利嘛 转折上来了 然后呢 又创高 资党标的从这里低阶转折 就拉高达到目标了 达到目标 获利入带赚三十万 所以两档标记就赚三十万 好了 那你卖掉之后呢 立即就拉回修正了嘛 那这个拉回修正呢 就是你现在再看到的这一段 卖掉之后 拉回修正走这一段 拉回修正的股票 没有人会看的啦 这个市场永远是这样子 拉回修正 没有人会理会这种股票 但是我们在等转折出现 192再接一次 再买一次 再买一次 它又转折上去了 有没有 所以钱就是这样赚到的嘛 然后再工涨停 这样赚多少 赚了三十三万 所以三笔交易 它来之后不到一个月 三笔交易就赚八十八万 那一样啊 低阶转折 高出获利之后呢 高出获利之后呢 再去做下一笔交易 下一笔交易呢 就是3374的精彩 已经到五月初了 五月初 已经到这边转折上来了 是不是又是一个跌下来 跌下来 没有人理啦 没人理的股票 我们低阶转折 拉高又获利 这一笔 马老师也好 做汽车美能 装老板也好 这节目中我都跟你讲过了 赚二十八万 这一笔转折 赚二十八万 好了 那精彩赚二十八万之后呢 之后呢 马老师做什么 前两天我才跟你讲的 我们的金刚的二号 对不对 做到五月初之后 接下来换哪一档 到五月六号表态的 达邦蛋白 它就是金刚二号 对不对 所以金刚是好妈妈在做的啦 那达邦蛋白呢 是我们的马老师 他的这个精彩 做完之后 接着去布局这个标的 然后呢 到五月六号呢 拉到涨停 所以他的这一笔交易呢 达邦蛋白 这昨天我们也讲了 我们都获利入带 昨天跳空开高之后 就全部获利入带了嘛 对不对 达邦蛋白 有没有 你看形态 我跟你讲过 是不是跟利基一样 当 我就跟你讲 它就跟当时我们马老师 做的利基一样嘛 突破之后 回来 就上来了嘛 对不对 转折形态是一样的 修正之后才会筹码安定 再来呢 两天两根 大凡再重挫 它两天两根 所以你为什么抓转折股超多 就是这个道理 有没有 两天两根 然后昨天再开高上去 到25块7 全部获利入带 然后呢 赚四十几万 所以你看到 它来之后 总共赚多少 已经超过一百万了 那现在问题来 昨天倒半蛋白 我钱赚到了放口袋 这些节目中我都讲了嘛 那接下来 马老师下一笔交易呢 所以你看 每一次 我们都可以 可以提前跟客户报告说 接下来我们大概 你再等个一两天的时间 再等大概多久 我们大概抓多久的时间 就会准备再做下一档交易 所以客户都知道 这个节奏 所以你看 所以超多股票 为什么可以平均 一周一档就是这样 因为你不用急嘛 对不对 你急 也不见得急就有用啊 对不对 那要赚钱 那到底怎么样能够赚钱呢 你要等机会到 就出手嘛 所以急 急是没有用的 那没有用的话呢 那就干脆你不要再急嘛 跟着我们这个节奏 这样操作 你就没问题 那你自己掌握不到节奏的 我说母亲节前 金刚 好妈妈的金刚 你也没跟到 那现在呢 人家昨天获利入带的 马老师他们这一群投资朋友 入带了 那接下来再等什么 等下一笔交易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跟单的呢 我今天再提出机会 反正我会让各位知道 这些某些特殊的class 这些投资朋友 他们做 他们在做什么 做到什么范围了 什么什么一个节奏了 那如果你想要跟的话 可以跟 那马老师的下一档标的 马老师的下一档标的 我今天一样开放给大家跟单 母亲节前 好妈妈的股票你没跟到 所以金刚四天四根涨低 没跟到 有点可惜啦 但无所谓 那错过了 那就把握下一次 那下一次呢 马老师的下一档 达方蛋白昨天获利入带 那接下来等下一档嘛 我讲过 你就是不断不断的 低阶转折 然后高出获利之后 再准备低阶转折嘛 就形成一个超度的节奏嘛 那通过这个节奏 那客户的资金 是不是持续在运作中 这也是我们 做周时买转折 独一无二的特色之一 我的客户资金是持续活化 可以从头到入会 到会期前 都跟着我们操作 一路操作运作过来的 然后呢 我们的平均就是 我们抓的股票 每周每周 这个平均就一周一档的 一个节奏在做 很稳健 那因为你每一档 转折股确定转折上去之后 超过10%几率很高嘛 那超过10%的话 你说周周时那个10 平均每周 每周设定目标10% 是不是可以达到 甚至突破 我一档股票我超过10%以上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人家好妈妈 我特别做他的资料 给各位看 每一档都超过 都超过10嘛 对不对 那你周周时 周周时其实你都做到 超过了嘛 对不对 所以目标的设定就是 它纯粹就是一个目标啦 但是这个目标的设定 是要你能够很 轻而易举要做得到的 我设定这种目标 让各位去了解 买转折真的才是真正的最大最大最大的关键 好了 那现在马老师的下一档标的 我今天开放给各位了 愿意跟单的 有兴趣的 那当马老师的下一档标的 我们开始通知的时候呢 你也会一并 一并的得到通知 我们一起来操作 一起来获利 那待会进广告之后呢 把周周时的专线 你就直接赶快加速度把它拨通 你说我要跟单 马老师下一档我要跟单 那如果有兴趣有意愿的 赶快利用广告中的电话 直接把它拨通 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 你以现在的事况来看的话 你说量说了 量今天预估量大概在2000亿上下 那你如果讲人气 你说他是不是人气退潮 可是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把它另外一个想法去想 所谓的人气退潮的时候 你们所看的量能够在萎缩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它其实是某些个股 在机会酝酿的时候 当你认为人气都回来了 量放大2000亿了 2500了 你觉得呢 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标的 正热的时候 你要去追吗 你这个时候会说 我当然不要追 风险高了 可是问题是 我每一次都看到 大部分的人 都是选的那种时候 才出手 所以都不会是去买转折的人 你既然不是去买转折的 你要承担的风险 就是比人家高 那到最后的 到头来呢 基本上都是失败收藏 所以当你从第一步 你的决策 你的第一步就很重要了 第一步你的 你出手的位置 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就奠定圣机了 你的出手的节奏 有自己的节奏 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别人就是看今天涨什么 就去追什么 这两天很多人去追科技股 反弹的科技股 有没有 那你去 你仔细去看一下 这两天 有些科技股涨 其实那个线形 很弱势的线形 那纯粹就是一个 跌深之后 跌很深之后的反弹 你去追 有没有想过 你不但用追的 你还买的是一个 弱势现行的股票 他随时跟你说 我反弹上去 一天一天半 我就弹不动了 我就再下去了 你也没辙 你也没话说 因为他就是弱势股 对不对 那到底怎么做 我讲过了 要有自己的节奏 你的选股永远记得 一档标的有特殊的利基 基本面题材 订单 接下来你大概去抓 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甚至预期还有高成长的 这都是你的首选标的 可在这些首选标的里面 你要抓出来 现在有没有已经进入的 筹码已经清洗过 筹码清了 而且这礼拜开始 有什么标的 已经出现什么 我刚才讲的很重要 筹码集中度提高了 你有这些的利基 基本面的题材 财报的利多 可是呢 你要等到他进入了 筹码集中度提高的修正下来 筹码清了之后的一个 买转折的位置 你才能出手 所以你怎么买都买这一种 这就是你的操作 自己的节奏 你不会管说 大盘今天有没有3000亿的量 你不会管说 大盘今天是不是涨200点 你不管这个 你只管这个标的 现在是不是正进入转折区 如果是 我就开始出手布局 建立仓位 那等你大盘 可能明后天 你修正了 或者说你大涨 我不管 我的标的酝酿完成 启动上去 走到自己的路 所以上礼拜你看到金刚上来的过程中 四天四根掌停的时候呢 大盘在修正 跟大盘不同 不同步 因为大盘 因为金刚他自己准备好转折 准备好了嘛 准备好转折上去之后 大盘刚好下去 与他无关 对不对 我之前也修正过了 我筹码已经清洗过了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长得动 因为我之前修正过了 对不对 那金刚涨上去之后 两天之后呢 换什么 金刚二号 马老师的最新的这一档标的 换大街棒 他做完精裁之后 换这个达邦蛋白街棒 两天两个 到昨天又获利入带 然后指数再修正 所以看都跟指数不同掉 所以不要再拿指数来说明说 现在适不适合做股票 那是不对的 机会节奏是自己掌握的 所以我在今天节目开始 我才跟你讲 我帮你拉回回忆 母亲节前 我给你一次机会跟单嘛 对不对 跟谁的单 跟好妈妈这群客户的单嘛 母亲节前 你跟一下他下一档交易的标的 你认同 你觉得不错 你要做他下一档标的 跟他同步 那我开放给各位嘛 结果呢 母亲节 果然母亲节前 布局完成之后 金刚就上去了嘛 好 那所以你看哦 母亲节前大盘下去 可是呢 你的金刚呢 几乎四天四根涨停 是不是与众不同 所以有来跟单的投资朋友 这些投资朋友 其实 有很多人啦 我觉得 带着一些 过去操作股票的伤痛 而来的 很多 那有一些 有一些投资 有一些妈妈 年线都比我们长的妈妈 那 拨电话来的过程中 其实有些人讲得非常 已经想到他前一阵子 或前一段时间的操作 我没有夸张 真的是有 有些 我妈妈 年纪那么大了 讲到都 都快要哭出来了 因为损失不小 钱不好赚 短时间内损失了不少资金 当他们想 当这些长辈想到那一阶 这些的时候 其实 那种悲哄中来 你不是说我年轻人 我三四十岁 我之前赔了赔了多 我再努力赚钱 还可以赚回来 还有那机会 可是年纪大的投资朋友呢 可能他是没办法接受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 所以其实金刚 他们来跟单 金刚表现不错 至少我觉得 也是算做了一些善事 对不对 好 那然后再来 那金刚上来了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没有关系 我是我一直在找机会 给大家来跟 有没有 五金钱给你 找机会给你来跟一次 现在呢 再找一次机会给大家跟 跟什么呢 因为昨天 刚刚好 昨天 马老师来之后 从美食 做到利基 利基再做第二趟利基 然后再去接 三三七四精彩 精彩做完之后 再等一两天 再布局 达邦蛋白 又上来了 总共前天后 马老师来 这边已经做第五档 到昨天的达邦蛋白 全部把它 又是低阶转折 高出获利了 平均一周一档 这样做下来 很顺遂 很轻松 那其实 简单来讲就是 完全跟着我们操作 带他做的节奏 带他做的节奏在走 那一个转折就上来了 那现在呢 现在我又跟马老师讲了 我就说其实接下来 一样啊 再等一等 等到我们看到讯号了 重码集中度提高了 我们在追踪的那一档标的 差不多了 我们就同步 就可以再一次出手了 那他当然是很开心啊 因为一个多月的时间啊 他跟好妈妈 入会前后时间 没有差多久 他来之后 也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目前操作到 到本周获利入带的达邦 也做了第五档 那入报名时间 差不多一个月 一个多月的时间 五档 所以你平均下来 就是一周一档 这种节奏 其实最适合大家的 你真的不要再去想说 每天都要出手 每天都要频繁的交易 每天都要做当冲什么冲 我看 这个市场很奇怪 总是有人会鼓励大家 去做当冲 去怎么冲 以前在期货市场热的时候 很多分析师做节目 告诉你说 做期货当冲什么冲 后来你会发现 你现在看节目 那些曾经跟你讲 做期货要当冲 怎么冲的人呢 你现在仔细去看节目 你会发现不见了 现在还有什么人 叫你做期货怎么冲吗 没有了 那你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了 同样的我跟你讲 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之后 你会发现 在节目中跟你讲说 股票要带你做当冲 怎么冲 这些人会一个一个减少 那为什么减少 做得好 赚钱 为什么人会不见 你觉得呢 就跟那些期货分析师一样 一个一个都消失了 一定是赔的 一定是客户赔的非常非常多了 怎么可以这样做 你期货 你拿来哪天冲 每天冲 说自己抓支撑 抓压力 抓得多准 怎么冲怎么赚 你相信吗 股票 跟你说我每天赚你做当冲 抓那个支撑压力 每天冲每天冲 怎么赚 怎么冲怎么赚 你相信吗 随着时间一天过去 你看 你会发现最近 好像那些讲短线 当冲什么冲的 这些分析师 一个一个又减少了 我就跟你讲了 能够稳健获利的 只有一个方法 我测标每天都没有改变过 你就是等转折再出手 对不对 可是你等转折 你要等啊 那没有来你干嘛出手 所以那样的节奏 那个节奏就是讲 大概平均就一周一档 所以周都时是这样做来的 我们的成功 就这样成功的 这是很稳健的基础下 创造出来的成功 那马老师的下一档股票呢 来 开放给贵跟单 母亲节鲜的好妈妈的跟单 你放掉了 所以呢 1584金刚很可惜啊 不过有来跟单的 我都觉得很棒 真的很棒 几乎四天四根 涨底有人赚几十万 很开心很棒 那接下来我再找一个机会 给各位 他昨天马老师才 这一批会员才 昨天才获利入贷 那接下来就等待 最新标的跟单 如果要跟单的 这一次就不要错过了 广告中的周都时钻线 你直接把它拨通 就说我要来跟单 好不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